新闻焦点首先关心的就是这黑心油事件 现在全台检调动起来了 包括了魏映冲的左右手 也就是代理董事长陈茂家在内 以及这个正义的总经理何玉仁 这位采购的副客长通通被收押了 加一加涉案的人员已经有11位遭到收押 下一步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针对魏映冲了 下一步要传唤约谈的应该就是他了 据了解在今天高检署将会召集相关的地检署来开会 最快就在今天会传唤魏映冲倒案说明 另外刚刚报头也带您掌握了 雄简也公布了正义黑油的检验报告 不但还有重金属个连猪油居然也有鸡的成分 也因为有这些证据呢 所以才能够迅速的收押这几位嫌犯 总经理你们有没有买饲料油 顶星集团买饲料油充当食用油 雄简13号约谈总经理何玉仁和采购副科长胡金敏 两人在庭上否认购买饲料油 但检方怀疑他们早知情 因为顶星为了避嫌 还用空投公司核销发票 最后何一廷裁定两人羁押禁件 可能是回收的油炸油 或者是来自于饲料用油 所以公司的这个高层总经理 以及实际负责的采购 发生嫌疑重大 代理顶星董事长陈茂佳 被罚警戴上手铐 走出征讯室 面对检方讯问 黑心油是否为高层受益 陈茂佳说辞避重就轻 法院羁押停止开半个小时 法官就裁定他受押禁件 阴灭证据之行为 裁定准与被告积压 全台检调硬起来追查黑心油 从引进国外饲料油的上油公司 加上下油顶星转成食用油卖给民众 所有的业者和涉案人员 已经有11位遭到收押 未来检方更是抢办前正立董事长魏英聪 所谓的猪油均含有鸡的成分 而且含有显然对于健康有疑律制重金属各 而正立食品卖黑心猪油 挨罚5000万高雄卫生局也警告 限期失天内缴亲 参为假冒等情节 就明依照食安法 来裁罚最高额的罚还5000万元 鼎心集团变成全民公敌 民众抵制相关产品 检调也打算侦办魏英聪 黑心食品影响民众健康 重逞黑心商人也算迟来的正义 记者南部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